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海水组成与分层的相关血测试题 这道题目是很基本的考题 它主要重点是要从蒸发量跟降水量 来推论岩度的变化情形 那题目当中当然真正的学测试题是黑白色的 那我们不管如何 它说绿色代表月平均降雨量 黄色代表蒸发量 那我们知道岩度的变化会跟净蒸发量成正比 假设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 那包括像永生流 没有 离出海口也很远 那不考虑怎么结冰熔冰的话 那净蒸发 就是我们唯一要考量的因素 净蒸发量越高 像白话文就是蒸发远超过降水 那等于水分不断的流失 溶值还在 所以它的盐度就会比较高 所以净蒸发量基本上是跟盐度的高低成正相关 所以我们叫正蒸发量的时候 我们就找蒸发量减掉降水量 最大的那应该是应该是盐度比较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以一月二月来说 它的蒸发远超过降水 所以应该是盐度比较高的月份 而相反的这个降与远超过蒸发的 基本上它就是盐度比较低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八月应该是盐度比较低的 而冬季十二月一月这些都是蒸发远超过降水的 那这个很明显的只有这张图形比较吻合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降水与蒸发状况 去找蒸发减降水净蒸发量推论的所得 所以这题很简单 接下来这一题主要问的是 为什么在太平洋表面盐度 复热在海域中心有极大值 那我们都知道 整体的海面盐度分布会受到维度的影响 而这边的维度造成的效应 主要是看高低压的分布 在高压带气流下沉 那相对的干燥少雨 而复热带高压带本身水温高 所以蒸发也很旺盛 干燥少雨所以蒸发远大于降水 就这个区域容易形成 盐度极大值分布的地油 那同样的气候在陆地地区 主要就是大型沙漠容易发展出来的地点 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主要讨论的是 海滨融化过程造成的影响 那一般而言海面的盐度会受到海滨影响 海滨融化是让水分增加 稀释的原本的盐度 所以盐度应该是降低的 要特别小心的是A跟B 一般而言我们都会说 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那会跟冰川融化有关 通常只有陆冰增减才会改变 陆冰的增减才会改变海平面高度 那海滨本身它溶解以后 它的密度会变大 所以体积就会缩小 也就是说它并不会改变海平面高度 这一点请留意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表面盐度降低 表目盐度降低 好这是有关于这个考题 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道108年学测的试题 这个题目有几个重点 首先它要问的问题是 必须要满足地中海的海水体积跟盐度维持不变 那对地中海来讲 它的海水流入 入流量 从大西洋有Q1的速率流入 而它本身又会有流出量 Q2 所以以水量来说的话 流入如果等于流出 海水体积就应该保持不变 但不要忘记了 地中海的连增发量大于降雨量 所以它这边会有一个净增发量 净增发量 换句话说对地中海来讲 它的流失的水量 有Q2是流到大西洋的 另外有一个是来自于净增发的结果 那这两个相加 就是它失去的部分 应该等于它获得的Q1的部分 那净增发量是正值的话 那应该Q1必须要大于Q2 Q1净掉增发量会等于Q2 所以Q1一定是大于Q2的 所以你可以找到Q1大于Q2 Q1大于Q2 那V跟E都是可能的选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检查的是 盐度的部分 盐度要维持不变 那各位要知道的是 正常来说地中海的盐度是高于大西洋的 也就是S2 会大于S1 S2会大于S1 那请注意 不管如何 你的海水在流失过程当中 虽然整体的流量 不管多少 那它的盐就是以同样的盐度 在流失的状态 所以你只要这个地方水体保持平衡 那同时蒸发量还是超过降雨量的话 那它的基本上 基本上整体的盐度 还是维持着S2会大于S1 S2会大于S1 所以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它的盐度还是会比地中 比大西洋来的大 所以我们选择E选项 来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其实是记忆性的考题 能够代表北半球海水表面盐度 温度跟盐度水纬度变化情形 我们知道海水表面的温度 主要是受到纬度的影响 那这边讲的纬度效应 是指日照角度 造成的日照量 那由赤道向两极 日照角度是越来越偏斜的 所以最热的应该在纬度零度 然后越往高纬度 温度是越低的 所以以这张图形来说 虚线代表的是海面温度的曲线的话 应该要赤道最高 越往高纬度是越低的情况 所以我们用消去法 可以把这三个悬项 温度不符合的部分先消除掉 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盐度也会受维度影响 但最高的沿度应该是出现在 复热带高压带 会比赤道低压带 来得高 然后再高于温带 就是负极地低压 所以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 最高沿度应该出现在 回归线附近 所以以这三个来讲的话 这个是出现在赤道 这是错误的 这个是出现在四五十度之后 左右也是错误的 应该是二三十度左右 盐度最高 四道其次 然后温带地区 负极地低压 就是极峰 封面所在的位置 这应该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负极带高压带 蒸发远超过降水 然后你以后把这些事实记起来 这一题答案就 非常容易就可以选出来 接着这一题是考 台湾附近 台湾四周 第一岸 也就是可以忽略叫淡水河流流出造成的影响 然后它表层海水的温度跟盐度 那以盐度来讲 应该都是维持在跟全球平均的海水盐度 千分之三十五或讲S等于三十五左右 那在三十五左右的选项里面包括B选项 还有猪选项勉强有接近 那其他这些差异太大的 可以直接消掉了 那至于这两个还算可以接受的猪跟B的差别在于海面的温度 那我们都知道平地气温如果在十到三十五度 那海面的温差 季节变化 我们讲冬夏温差 应该比陆地小很多 比陆地不明显 换句话说 高温与低温不可能出现到三十五度 低温也不可能出现到十度这种状态 那以这个图 猪选项来讲 三十五度显然是比较不合理 过高的现象 所以不管从盐度还是温度 我们都觉得第二个选项会比较接近适时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基本的海面温度与盐度的基本常识 就可以推断这一题的答案 不需要真的去背台湾的一些细节的数据 接下来这题是海水温度吹深度的变化 那有些是用背的 有些用图就可以查出来 比如说海水温度最低处出现在丙层 图上可以读出这个结果 丙层的温度相对都比较低 所以直接读出来 再来温度垂直变化最大的 也就是温度的变异从上到下 差异最大应该出现在乙层 所以很显然 C是错的 那乙层的温度变化最大 应该叫什么层呢 不是混合层 这个要背一点东西 甲层温度几乎一致 这个是混合层 是在海水的最表层 因为波浪洋流这些海水运动 会把它均匀搅拌 混合层 密度温度 盐度几乎都是一致的状态 至于乙 这叫斜温层 因为这一层 阳光已经照射不到 所以温度随深度变化 最为明显 而800公尺以下 这个是所谓的深水层 温度已经相当的低 变化不大 好 假设混合层 海水温度垂直变化不大 这是名词记起来 看图可以知道温度变化不大 至于乙的变化率 读图也可以知道 不到一公里 温度从二十几度接近三十度 降到只有不到五度 所以很明显这个数据是错的 好 所以也就是说 像海水的垂直分层 图上虽然有些资料可以阅读 但是每一层的名称 这一题有考 背起来 那就可以回答这类的问题 海洋学有很多问题 是需要记忆的 记忆性的考题还不少 所以一些相关的考试重点 在前面的新关键总复习讲义 也都有帮我们做清楚 而且简单的整理 各位可以把那些资料读熟 该背的背一背 那这种题目就很简单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题目 这个十二题讲的是 当密度差异大到明显分层上下两层 稳定海域 所谓稳定指的是 它不容易产生上下对流的情况 那很显然一定是下方的密度大 而上方的海水密度比较小 那这样小的浮在大的上面 就会显得非常的稳定 也就是说这是平均来的 而言的海水特性 那这里面要背的几个事实 就是海水中的营养盐跟二氧化碳 还有溶氧量的分布情况 那在我们介绍海水组成的时候 有提过 整体来说 表面海水光合作用旺盛 表层 比较浅的 大概200公尺以内 阳光可以透射到的地方 光合作用比较旺盛 所以它会产生氧气 氧气量比深处来的高 那二氧化碳会被分解 所以二氧化碳含量比深处来的低 这个比是跟深处比 不是两个互比 不管怎么比二氧化碳一定比较多 氧气其次 另外一个营养盐也会因为大量浮游食物生长 而消耗掉细酸盐 磷酸盐 硝酸盐 亚硝酸盐 这一些营养盐 所以营养盐会被消耗 所以光合作用旺盛 那当然被消耗掉的光合作用材料 CO2 以及这些浮游植物生长 所需要营养盐都会被消耗 所以表层应该是相对于深处比较低的 所以上层的营养盐应该是比较少 二氧化碳应该比较浓度比较低 而溶氧量应该浓度比较高 抱歉 上层应该比较高 那这边是写下层 所以这是对的 下层应该比较少 这是对的 好 再来它是稳定 那表示它混合作用比较不明显 是很稳定 不会有上下对流 混合的情况 另外 温度来说的话 一定是越往深处 温度越低 因为阳光照射不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有关于海水垂直结构 和它里面组成物质分布的变化的考题 这一题不错 也很有难度 但是其实就是把一些该记的事实记起来就可以 下面这一题是问 有永生流的地方 跟其他没有永生流比 会有哪些特性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永生流是把深处的海水往上带上来的特征 那通常深处的海水具有的特征是 相对的温度比较低 而它的营养颜 会比较高 浓度比较高 因为表层会有浮游植物消耗掉 深处相对的就含量浓度比较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表层温度下降 这个很明显是正确的 然后第二个是 表层海水的溶氧量 溶氧我们知道表层的海水 溶氧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深处海水上来 并不会使它升高 并不会使它升高 再来一个是密度 通常深处海水密度比较大 除了它比较冷以外 那当然水压的关系也会影响 但整体来说 这个密度应该也不会增加 如果我们用消去法 要选出三个正确选项 其实已经找到了 A跟B一定正确 那我们再把A跟B解释一下 A跟B跟气象比较有关 首先海面会因为冷海水上升 所以温度降低 温度降低的话 空气接触到冰冷海面 就相对容易产生饱和 降温饱和 所以海面上的空气 会因为遇到比较冰冷海水 而降温 然后达到饱和 形成雾的现象 所以这个选项是可以理解的 再来一个是海面往陆地上吹的海风 海风 通常在白天的时候 海陆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那以海面上来讲的话 白天增温的效果不像陆地那么明显 陆地相对比较热 而海面相对则是比较冷 在白天的情况下 那一般来说 冷空气重容易形成高压 而暖空气轻相对就是低压 所以海面空气就会从高压处流到低压处 而形成风从海上来 我们叫做海风 那这个海风的强劲与否 主要取决于高低压的差异 而这个高低压的差异 主要取决于冷暖空气的温差 造成它的压力差异 那重点来了 海水基本上如果比较冷 那它跟陆地表面的温差 就会更明显 海陆温差会更大 那海陆温差更大 造成高低压 气压差变大 气压差变大 就是气压踢度力会变大 所以风会比较强 好 如果按照这样的推理 A选项也是正确 所以自己答案就选AB珠 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 问的是 最不容易发生垂直对流 那一般来说 主要 主要就是看海水的密度分布 通常是上层密度小 下层密度大 上层密度小 下层密度大 那就是轻的在上 重的在下 那就会比较稳定 不容易产生对流 所以我们A跟B 是比较符合这样的规则 但是其中我们只能选一个 那因为它问的是最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选差异比较大的 上面小 下面密度大 而且差异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选择第二个选项 好 就是跟上面的考题 有一点类似 但是用图示来表现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几年海水的考题相当多 这一题再问 再问 比较深处的海水具有哪些特性 一般而言在800公尺以内的海水 也就是混合成到斜温层的海水 然后上面的层次 表面的层次 也就是混合成的部分 跟深处的斜温层 大概200到800公尺深的 下层的比较深的海水 那它的主要差异是 第一个水温的不同 水温的不同 那它是跟海面相比 深处的海水通常比较冷 温度比较低 所以A选项没有问题 但是岩类的比例 不会随地点而改变 所有的岩类 岩类在任何岩度情况下 这些主要岩类的比例 主要岩类的比例 是固定不变的 固定不变的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选项 氧的含量 那我们前面也都有讲过 表层的溶氧量会比较高 因为有光合作用影响 所以表层溶氧量比较高 那这个选项 是应该深处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是错误的 而叶绿素浓度 因为表层的光合作用强 所以当然它的浮游植物多 叶绿素 就是相对就会比较高 因为光合作用主要在表层来进行 那深处的就比较低合理 那问的是深处的 然后当然一般来说 深处的海水 除了温度比较低以外 还有它的水压比较大 所以它的密度通常是比较大 那这样维持一个稳定状态 不太容易产生对流 是合理的 所以答案我们就选A 珠E 这三个选项 这一题还是在考永生流 然后永生流海域有什么特征 当然其实就要问深处海水的特征 那我们刚有做过类似的考题 海面因为温度会比较冷 海水会比较冷 海水会比较冷 因为来自深处的海水是比较低温的 海水会比较冷 所以会造成空气 降温 容易达到饱和 而形成雾 对A选项是合理的 再来表层的海水 容氧量应该不会增加 因为深处海水是容氧量比较低的 那基本上 岩度没有办法得到一定的比例 我们并不是很确定 那我们只能推测 这里的海水从深处往上升 温度的变化 营养的变化 但是没有办法了解 岩度的变化 这没有一定的结论 再来表水的 表面海水的透明度 也没有跟深处海水有一定的结论 那这一个比较特别一点 混合层的厚度 一般混合层是指 海面比较高温 阳光照着的这个暖水层 这一点用到声音现象的概念 通常表层是暖水层 暖水层这个混合层 当海面温度越高的时候 它的厚度就会越明显 那相对的 那如果比较低温 暖水层的厚度就会变得比较薄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正确的 这题比较有难度 那答错的情况也比较多 各位就掌握这些要领 去进行推理或记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